歡迎收聽新視角 聽新聞 我是Hermelny 在延遲了4個月後 中國最大的不良資產管理公司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確認 該公司去年竟虧損約1029億元人民幣 一與5家國有企業簽署投資框架協議 將以發行新股的方式引入戰略投資 並表示沒有債務重組計畫 這暗示著中共當局不允許這家具有系統重要性的國有金融機構 發生可能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的債務違約事件 在8月30日發布的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中期業績報告中 中國華融披露其資產總額為16,056億元人民幣 負債總額為15,399億元人民幣 中國華融表示 該公司的資本充足率和槓桿率等多項監管指標 都沒能達到監管機構的最低要求 同時也表示 能夠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和儲置部分 非主業附屬機構等措施 確保該公司在未來12個月內持續經營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衍航認為 中共中央不允許這家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發生債務違約 否則可能顛覆債權 甚至金融市場 並可能引發金融動盪 中國地產大亨 中國恆大 可能就不像華融這樣幸運了 恆大在8月31日發布的2021年上半年中期業績報告顯示 截至6月30日 中國恆大資產總值23776億元人民幣 負債總額19665億元人民幣 其中一年內到期的負債為2400億元人民幣 如不能如期融資 將面臨債務違約風險 中國恆大承認 集團的流動性因外界的負面報導受到不利影響 如果出售股權和資產和引進新投資者等措施失敗 集團不能維持現有融資或取得必須的新增融資 其流動性問題或將進一步惡化 公司將面臨貸款違約及訴訟等風險 中共官媒《財新網》在8月30日引述另一個房地產巨頭萬科總裁 祝九勝的話說 萬科和恆大有過接觸 但目前還沒有實質性的合作 與恆大合作多年的深圳控股有限公司也表示 雙方雖有接觸 但還沒有實質性進展 據陸媒《每日經濟新聞》披露 中國恆大股東 香港地產大亨劉鸾雄和妻子陳凱韻 在8月26日分別以約2826萬港元出售了631萬股股票 佔已發行的有投票權股份的8.96% 根據路透社9月2日報導 中國恆大美元債大跌 個別券日跌幅超20% 其中2022年10月24日到期的恆大美元債 每億美元買價最低跌至30美分 中共央行 銀保監會和相關部門在8月19日約談了中國恆大集團高管 要求恆大必須努力保持經營穩定 積極化解債務風險 維護房地產市場和金融穩定 8月17日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中央財經委會議 會議要求要統籌做好重大金融風險防範化解工作 以經濟高品質發展 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 防止在處置其他非金融領域風險過程中引發次生金融風險 在8月28日 人民銀行 銀保監會 證監會和外匯局參加的專門會議上 中共銀保監會把遏制房地產金融化 泡沫化 與地方債和高風險影子銀行一起 也在重大金融風險防範化解工作中 趙蓮金融首席研究員董希淼認為 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是排雷 而不是暴雷 金融市場具有脆弱性 敏感性和外部性 在處理房地產等其他領域風險過程中 要防止引發次生金融風險 早在今年4月1日 中國華融無法如期披露2020年財報 引發市場強烈反應 當日 華融被港交所強制停牌 4月6日 華融海外債券被加劇拋售 其他的中資海外債也受到影響 而市場上 關於華融債務重組 甚至可能破產的說法 更引發投資者不安 據資產管理機構博瑞投資有限公司 華融吸收了30%到40%的中國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 中國華融成立於1999年 是中共為處理四大國有銀行 快速增加的不良資產而成立的四大管理公司之一 中國華融截至今年6月30日的負債總額 達到15,399億元人民幣 國聯資產管理公司在一份8月23日發表的分析報告中表示 華融是中國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 2020年 華融在處理中國銀行系統不良資產的市場份額為40% 同時他體量巨大 是國有企業 和金融體系關聯度高 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融資 並且對國家議程起到重要作用 但恆大在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份額僅為4% 不具有系統重要性 儘管他是發展中國家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 他的債務約5718億元人民幣 是全球債務最多的公司之一 報告認為 個別房地產開發商可能會被允許違約或倒閉 但當整個房地產及相關行業的違約率 開始從4%向10%攀升時 中共當局就會進行干預 目前 中國房地產開發商在離岸債券市場的違約率已經攀升至4% 報告還表示 中國恆大雖然不像中國華融那樣具有系統重要性 但中國房地產行業卻具有系統重要性 報告指出 房地產板塊和其他相關行業 比如上游建材板塊 以及重型設備的債務體量 已達到101萬億元人民幣 基本和中國全年GDP規模持平 中共當局可能會允許個別房地產開發商發生違約 但是會阻止房地產市場的全面崩塌 以上內容由李貝綜合報導 本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 點讚 本節目約於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